霹靂幸福快報 帶你掌握最新的霹靂訊息 好 馬上呢 已經迎接到我們最新的劇集了 霹靂開天祭之創神篇 下雀的這個最新劇集喔 所以每次有新的呢 這個 呃 劇集出現 我們就有很棒的 回饋的活動要給我們的戲迷朋友們 所以這一集啊 我們要好好地來講一下 霹靂創神篇下雀的活動內容 好 首先呢 拿在小迪手上的呢 就是我們 DVD 的包裝 大家應該都非常的熟悉了 那它到底有哪些玄機在裡面呢 第一個 呃 第一重的活動 請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我們發行的第一張 還有第16張 第一張還有第16張的 DVD 後面呢 都會有附這個霹靂拼圖的這個 呃 塗貼 那所以呢 這兩張請大家務必要注意 一定要拿到 然後呢 在這個第一張到第16張 每一張的截角 這個部分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截角部分呢 都會有一個截圖 所以等於你從第一張收集到第16張 這個截圖呢 在第一張或者是16張的時候呢 會有這個拼貼 給你一個拼貼 就把這16張的拼貼 全部貼上去 然後呢 寄回來就可以參加抽獎了 這抽獎內容呢 很大獎喔 包含有洪家騰 125cc的這個 非常帥氣的摩托車 還有我們電視版的這個木偶 包含有倉啊 還有滑泰水啦 束環針啊 都是非常大咖的電視版木偶 那這個拉霸的遊戲呢 大獎一樣 跟我們的剛剛的 第一張到第16張的 這個霹靂拼圖 土貼的抽獎的 這個獎項呢 都是一樣的 都是這麼樣的大獎 包含這個洪家騰的 125cc的這個摩托車 還有電視版的大型木偶 等等的 都一樣都是有的喔 那這個拉霸呢 更迷人的地方是 你每隔兩週的這個雙張當中呢 你就會拿到一次拉霸的這個拉霸券對不對 你就可以玩一次 就多一次中獎機會了 所以呢 玩越多次呢 你的中獎機率就越高 好不好 那同時呢 配合我們不同的通路啊 這個拉霸的獎項呢 還會有所不同 所以呢 真的是越多 機率就越大 如果你運氣夠好的話 很有可能 你1到16張的這個霹靂拼圖貼啊 寄回來之後 抽中機車 然後拉霸的時候 你又刮中我們的這個電視版木偶 你看多眩 這是有可能的喔 因為我們是分開不同的 好不好 加油啦 大家一起來中大獎